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是不得不说 有时候真的觉得老天爷是有偏爱的 内田有记就是那颗被偏爱的人 日语圈里有过的短发女神里一定有内田有记的一起之地 算起来内田也算是昭和美人了 1975年出生的她生在一个比较富裕的家庭 只可惜父母的婚姻并没有很长久 在那天还在上小学的时候 父母离了婚 她只短暂地跟过父亲 之后还是在母亲身边长大 而她之所以后来能成为日本一代女神 这还不得不一语她有一个相当美丽且有风情的母亲 在她自己的杂笔描述中 妈妈长得一副大圆栗子和前眼幽子加起来 出于二的面容 每天都打扮得非常漂亮 化上妆 再带上香奈儿的香水才会领着她出门 而那天有记四岁的时候就开始学芭蕾了 因为母亲跟新闻界的朋友很熟 经常带着小内婷在她们面前晃悠 做媒体的一眼就能看出来 这是一张不可多得的明星脸 于是就建议她妈妈偶尔带她去拍拍广告 虽然那时候她的母亲因为她太小了而没有答应 但从此就集结了缘分 内婷是在小学六年级时被星探挖掘去做模特 这之后从初二开始就以模特身份活动 也出演过一些广告 年轻时的内婷也有过自己的偶像 就是中山美岁 想当年在电影情书中一头短发的中山美岁 成了多少人的梦中情人 一个时代的美人那么多 短发的却屈指可数 而出道之初 便是一头短发的内田带着一股英气的假小字感 1992年 17岁的内田参演电视剧 是谁偷走我的心 因女院人的身份主导 搭档的正是那时也很青涩 后来成全民男神的木村拓栽 内田应该还是 停葬就明确自己想要做什么的人 高中时期虽然也爱好过基建 取得过不错的成绩 甚至想过要参加奥运 不过在演艺事业和曾经的爱好之间 内田选择了专心于演艺事业 甚至高中都没有图款 高二就选择了中退 1993年内田有机参演 同一屋檐下时 搭档的有福山雅治 九井法子 江口阳介 这部剧开始为内田打下了比较好的知名度 日本的女艺人似乎都有一套固定的发展模式 比如模特出道的 之后参演电视剧 然后顺势发写真集 那天有机的第一本写真集 You Guys 虽然不是日本常见的甜美软妹子像 却以健康亲手的美感获得了好评 可以说她的美是颠覆式的 要成为Tub Idol 单单长得好看是不够的 反是要当偶像 美丽的皮囊是准入门槛 要深入人心 靠的还是内涵 有人说 90年代的明洪娱乐圈 有两个当红偶像是颠覆式的爆红 一个是木村拓散 木村是好理解的 除了一众迷妹 恨不得时刻 只在她身后 喊过大喊 她应该也是亚洲荧幕上 第一个引领男生长发 配机车外套的风潮 以及男明星 还大红唇膏广告 没有女气 只有色气的正确打开方式 而另一个便是 那天有机了 毕竟80年代末 90年代初 荧幕上流行的女偶像 是像公泽李慧 酒井法子 这样胶原蛋白满满的 清纯系美少女 而那天有机 跟她们走的道路都不一样 而是一种非常巧妙的中性风格 像位属小男生一样的 柔顺的其刘海短发 轻瘦的身材 比一般女明星 还以个四号的健康系肤色 自然且浓密的眉毛 加上她的身体 也是热带沙哑的清甜风格 衣服打扮 也偏行于一个运动风的boy 那天有机 可算是开创了这种 女偶像短发 小哥哥风格的鼻祖 同时期类似风格 再创辉煌的 已经是晚她三年出头的 网位良子 可以想象 那天出道之时 引领的审美趣味 相较于男生 更吸引女粉丝 毕竟出道之前念的是女像 社团进的却是基建部 原本的计划是 当不成偶像 就去当体育老师 时不时 有学姐学妹上门 递情书表白的女子 她身上有一种 吸引女同胞的荷尔蒙 是谁投走了我的心中 她扮演的就是一个 又扎又了的女同志 有意思的是 这部剧的男主角 明明是当时在荧幕 出路锋芒的木村拓塞 却是大神为数不多的 几乎完全融入背景版的作品 因为那天有机 也太帅了吧 似乎也正是由于这种荷尔蒙作祟 编剧制片人 总喜欢找她 演一些百合意味深重的女性角色 而那天有机 也由此戏 开车女神收割之路 热力17岁 穿越时空的少女 猫眼三姐妹 伪装夫妇 但即使在电视剧 电影中 聊过无数的妹子 那天有机 在现实生活中 依旧是 笔直笔直的侄女一枚 且厌妇不解 可以称得上是 名副其实的男神收割机 她公开交往了第一任对象 并是本以为 会成为全亚洲女人们 永远的单身老亲人的 福山雅致 这部戏对于福山雅致的 意义非凡 她的演员生辖 虽然老早在1988年就开始了 可惜演的都是 不出名的小角色 歌曲的创作事业 也不甚理想 甚至街景公司 还给她起过 歌坛独药的称号 一直郁郁不得知的她 在里面 演了一个外表 忧郁但内心诚实的 医生景象 没想到 从此一炮而红 那天在里面演的是 福山的病人兼情人 魏子还贡献了一次裸碑 他的绯闻缘起于此 虽然那天有机 当时按照日本的算法 还是未成年 但两人的绯闻 足足传了七年 期间 福山因为这部戏 大红大字 人气水涨船高 同年就推出了 他的音乐大碟 呼唤 几身百万唱片 销量的歌手 1994年到1995年期间 已然完全摆脱了 歌坛独药的称号 不断刷新唱片销量 和各场规模的记录 毫无疑问 成为势头最猛的一匹黑马 同样是面对爆红时期 近乎惨无人道的工作安排 这俩人在试验上的选择 也是不一样的 福山在演唱会 排得最满的两年之后 转身就离开了歌坛 一点都不带留恋 干嘛去了呢 跟着摄影大师 执天正正学牌照去了 在最如日中天那段日子之后 完完全全消失了两年 尽管后来也有很多人猜测 当年的两人 是因为有着相似的成长背景 而惺惺相惜 或许是的 他们的童年 都有一个缺席的父亲 和一位奸人的墓镜 1995年 那天搭档藤墨之人 出演电影版《花养男子》 饰演木野山菜 《花养男子》这个火爆道 被各国翻拍了 无数遍的IP 虽然每一版 都有大家心目中最好的山菜 但那天版 才是真正初代山菜 经营了一个时代 上升期的那天 也算是比较稳定高产的女演员 几乎每年都有电影 或叫电视剧作品播出 1999年搭档 竹岳内峰和松岛太太子 出演的《兵之世界》 成为了当局日剧收视第一名 虽说演艺圈里 漂亮就是资本 好的资源 就像老天 就叫喂饭吃一样 都会捧到你面前 但不努力 总有一天 这些都会离你而去 那天 能为了演艺事业 放弃学业 又真心想做个好演员 所以2000年 他做了一个决定 为了磨练演技 进入了北区社团 成为八气声 暂停了歌手事业 也把重心转向了舞台剧 2001年 与百元虫合作的剧一 在日本播出 从木村拓三 到福山雅治 再到百元虫 短短几年时间 那天有期 也算是把男生 都合作了个遍 拓拓男生收割机 期间 还与福山雅治 有回锻炼情 可惜两人 对婚姻的理念不同 最终分手 但那天到底 还是迎来自己的 第一段婚姻 2002年 那天有期 与极港秀龙 因合作 北国之恋 2002一言 因戏生情 同年就宣布了结婚 那天甚至 隐退了演艺圈 似乎有专注家庭的决心 只可惜 这段婚姻只维持了三年 离婚复出演艺圈时 那天说 希望能够找到自己的位置 2006年 那天有期凭借 无比谁都爱妈妈 正式宣布复出 结婚离婚 对她似乎没有太大的影响 复作后的那天有期 依然是当年的男神收割机 2007年 料理新鲜人播出 搭档是松本润 童年与七夫木葱 苍景悠合作的电影 欢迎来到隔壁病房 让她获得了第50届 日本蓝丝带 最佳女主角提名 那天在日语圈的粉丝 真是跨度很大 一边是男神收割机 一边又被鸡圈 追着喂饭吃 可那天和其他女神 CP的粉丝 也不在少数 比如和天海右膝捅矿 在天海女王的衬托下 明明短发 很假小子感的那天 都有了软胃的感觉 和同样是老天赏饭吃的 女神广为两者在一起 画面简直不要太赏心悦目 美女就应该和美女贴贴 当然 大家磕什么样的CP 都是自己开心就好 2010年 让日语圈又有喜大普奔的 一个好消息就是 那天有期和百人虫的热恋新闻 这是什么天花版级别的 俊男美女组合呀 粉丝甚至想把民政区 搬到他俩跟前 百人虫之前 也有过一段婚姻 两人也许都因为 有一段失败的 婚姻在先的缘故 并没有很着急的 再次踏入婚姻里 却稳定的谈着恋爱 一皇也12年了 两人的相处宛如夫妻一般 有爱有默契 十年如一日的甜蜜 也许爱情 真的就是最好的保养品 不能说岁月 没有在那天的脸上留下痕迹 而是即便有岁月的沉淀 47岁的那天 却散发出这个年纪该有的成熟 坦然的美 人总是在经历中学会成长 他爱18岁的自己 也爱47岁的自己 爱每一刻都努力生活 努力成绩叫内田有寂的自己 也许少年感也应该有另一种定义 不再是浮予表面 对年轻脸的追逐 而是热爱生活 接受自治的那颗心 永远年轻 永远热情 好了 今天的视频分享就到这里了 如果喜欢咔咔的视频 就请多多订阅和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了